总体来说我们也认为第一季的改善速度是不够快 已经不够理想 那这部分我们就会我们会加速的改善 面板大厂友达公布2023年第一季财报 合并营收新台币511.9亿元 较上一季减少2.8% 每股损失1.42元 毛损率9.5% 营业净损率21.8% 面板总出货面积达430万平方米 较上一季减少0.5%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29% 展望第二季有望足迹成长 比方说大陆的618 或者是也开始要准备为欧美下半年的有望期 所以在这个拉货动量上信号比较明确 常用的部分还是保守 不过我们看到在这个高阶的立即的像车用啊 医疗这些都是还是稳定 我们相信今年应该是足迹走扬的趋势 第二季整体的改善会加速 下半年也会比上半年好很多 不过总经理客户仍直言 目前产业的状况还是很辛苦 主因是许多产品线仍处于亏损 因此产业对需求相对谨慎 董事长彭双浪也指出 要持续观察总经跟国际情势 还有地缘政治变化对终端需求的影响 我们也观察到尤其是最后一个解封的中国 它大家预期应该会有经济的成长的正能量 不过呢 这个大部分人民好像也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 最近他们的储蓄力上升到33个百分点 也可以看到相对的是保守的 那这可能要一段时间的调整 因应重要客户需求 面板业把产线移出中国 群状正规化在印度设厂 预计六月底前能得到当地政府回应 友达也首度前进越南 北美厂也在评估中 友达董事会也核准资本支出预算新增案 预计投资金额105.25亿元 友达表示 主要用途是因应高阶制成产能扩充 将会弹性调整 新塔尔雅台电视王冠林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道